本节目由玩生生的toys独家赞助播出 更多改装乐趣请关注哦 好了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我这个手臂呢这里已经断掉了三个痕了 已经算是粉碎性骨折 现在的情况呢就是 手臂呢松松垮垮就是不牢固 非常的松 有些严重的小朋友们呢 就是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都已经断裂了 这样的情况呢就整个手臂可以拿出来 已经算是废掉了 我不知道是我把玩的太暴力 还是它质量问题 这个呢已经不去深究了 这次呢我就教大家 怎么去维修这个断臂的问题 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拆这个主题的上半部分呢 螺丝呢只有四枚 分布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这里一共四枚 首先拆背后这两枚 怎么拆呢就是用一支螺丝刀 从这里怼进去 这里不是有一条小缝吗是不是 小缝把他怼进去就可以了 用力一怼就可以 我这个已经拆过了 怼进去之后呢 这两个卡槽呢可能会损坏 但是没有关系 等修好之后呢 用50M把它粘死就可以了 把背部这个东西拆掉之后呢 螺丝在哪里 在这里啊 那这里呢打一个小孔 对就是这样子 打个小孔打完还不够 我们还要打一个大孔 对 打完小孔之后呢 打一个大孔 这个螺丝呢就在里面了 打好一个大孔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方便把它拧出来了 好了 这个螺丝呢就可以顺利把它拿出来了 为什么选择这里打孔呢 因为这个东西放回去之后 你会发现 它一点痕迹都看不到 完全把它盖起来了 所以呢 打一个孔是最好的选择 我这里呢做实验 嗯 所以折断了 唉 需要一点臂来补偿一下 嗯 疯狂的暗示 把两根螺丝拧出来之后呢 就需要把这两个拆掉了 它肩膀部分 怎么拆呢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里有一个很小的孔 刚好可以通过一个移植螺丝刀 就把它堆进去 一点点啊 不要太急 堆进去之后 用力一堆 它就会脱了 这个已经拆过了 其实很简单这个 腌的502呢也很少 拆完之后 这里会有两个螺丝 要把它拧出来 好了 四枚螺丝已经取下来了 现在呢就可以把后盖把它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呢 这里还有四枚螺丝 要把它拧开 这里说一下 拧掉这四颗螺丝呢 这里手要按住这里 为什么 因为 它会掉的 掉下来之后呢 我这个已经修好了 我为什么要重新拆一遍 还不是因为想拍个教程给你们看一下 修好呢就是这样子 真的是非常牢固 我这个呢是打装修的 所以呢 我感觉比原装的要稳固非常多 好了 我们继续下一步 然后把这个螺丝拧出来 再把它拉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配件呢 就已经被取出来了 把它断掉的粘回去 然后等浇水干透就可以了 记住下面这里 断掉的也要把它粘回去哦 好了 等它干透之后呢 我这个已经给我打转 转了好几个孔 塞了一些金属棒进去了 因为我这个是粉碎性骨折嘛 所以比较严重 所以我打的孔会比较多一点 打的时候怎么打呢 就是这里一个断键嘛 所以呢 这里打一个孔进去 然后呢 这里打一个孔进去 然后这里又相连 打一个孔进去 因为我这是断成三块了 所以呢 打的孔会比较多一点 打完孔 塞完这些金属棒之后呢 就把它多余的剪掉 把它剪好之后呢 再用打磨棒打磨一下 好了 打磨完之后呢 就是这样子 难看是难看了一点 但是牢固性嘛 一点也不差 然后现在呢 我们装回去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 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牢固性呢 看起来也很不错 没有是这个拖了 牢固性还是很不错 它基本上都不会动一下 我已经很容易去拔了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修好之后呢 我们反顺序的把它装回去就可以了 装的过程呢 还是很简单的 这个地方呢 就用502把它粘住 一点就可以了 要是你们这里有段键跟我一样的话 这里要把它剪平 然后这里粘一点502把它粘回去就可以了 记住要稍微按一下 这样子它这边才贴符 好了 肩板这里呢 粘一点502粘回去 完事 好了 现在装回去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具体怎样吧 现在呢 已经算是非常牢固了 也不像之前一样松松垮垮 之前就是怎样 你把它折上来 它会自动的 把它掉下去 所以呢 非常不牢固 现在呢 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而且就是 你之前像这样子拉的时候呢 这里会 裂痕 很明显 然后现在呢 基本上一点事都没有了 要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非常牢固 这个教程呢 我觉得不太难 需要的工具呢 也不算太多 但是呢 部分小朋友的动手能力 可能没有那么强 所以呢 现在我店铺呢 有代工解决这个断臂的问题 你们有需要代工呢 就在这个二维码上扫描一下吧 这个教程呢 就到这里了 你们要是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评论区回复我 我一定会回复你们的 好了 最后谢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哦 对了 记得三连一波 因为教程很冷闻 需要你们的支持 帮助 谢谢